宦官专权,朝廷黑暗,边防危急,民生凋敝 崇祯帝从皇兄那里接手的竟然是如此一幅烂摊子 烂得让他惊恶不已 那么,这位年轻的皇帝将选择什么作为终结乱象的突破口 实现他的忠心之梦呢 终结乱象,首先从铲除燕党开始 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 御氏杨维园上述弹劾燕党五虎之手崔承秀 起天后,崇祯帝免去崔承秀兵部上述的职务 自此揭开倒位大墓 十月二十六日 海岩县共生钱家征尚书 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 崇祯帝让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造书 魏忠贤听罢万分惊恐 第二天便请求辞职 几天后,崇祯帝下诏 将魏忠贤迭往中都凤阳祖灵四乡 然而,魏忠贤居然气焰不减 离京时带着魏兵一千余人 前护后拥招摇过世 崇祯帝闻讯大诺 下语将其缉拿回京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六 在复城县南关 慌乱逃命的魏忠贤和贴身太监李朝钦 在一个小旅舍中骑身 此时的魏忠贤已彻底明白了崇祯帝的决心 自知必死无疑 长须断叹,与小太监相对狂饮 夜半之时隔壁房间竟有人唱起了一首名为《贵之儿》的小曲 如此万念俱灰之时 这段小曲在魏忠贤听来 无异于催命之曲 绝望之中解怠自已 似酒般荒凉云 整个不如死 在崇祯帝的严厉肚子下 对焉党的清算开始了 崇祯帝启用了一批曾经被魏忠贤排挤的官员 平反冤案无数 这些人干净利落的办事态度 让崇祯帝非常欣慰 他还特意留下墨宝 夸赞身边的官员 明里即时 心领神会 五蕴惊严 八法轻贵 周贤于规矩之中 超越乎万象之外 有以四其人乎 然也 若止于彼 闻焉则味 崇祯帝此时的欣喜之情 溢于言表 铲除魏忠贤焉党 更加坚定了他扭转乾坤 忠心民事的信心 崇祯二年三月十九日 持续一年多的燕党逆案 终于定宴 亲定的燕党分子 共计二百五十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